打倒港共政權 聲音流駕 請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 2015 你炸肚腸 去廁所排長路 用炸炸雞 做功夫炸肚腸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七月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簡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大家點點滴滴的持續支持 對MyRadio的將來非常重要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安好順 今天非常平衡 大家看到我們 那些位置是歪歪歪歪歪 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廣告 我們計不到時間 在我們很沉醉 可以不用說話的時候 就發現 國內太多了 不好意思 但我們同期有效 我們今天沒有廣告 廣告時間就變成了這個 《二血時報》 大家說早晨的娛樂模特 看到有三條魚在游來游去 這樣拼來拼去 這樣也挺好看的 雙傑退回那些 太什麼 退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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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點 都是不好的 都是 是 又忘記了 大家記得提 我們如果說話小聲了 記得 立刻在Trump 告訴我們 我們是會說話小聲的 湯姆要學王國興 這樣說話 現在來到8點56分 大家 今天 現在才是第二節 其實都可能 不是很奇怪 因為我們星期三 經常都會遲 我們不要浪費那麼多 大家很貴的時間 我們第二節說什麼 第二節 我們說回 上個星期三 我們有提過的 一個我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一個年輕人 就是Amus E Amus E 余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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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個星期 他因為 大家記得 他就是 在李光璃死了的時候 就拍了一條片 就笑他 他終於都死了 這樣 然後就說 用了基督教來做一個比喻 這樣 就說被人告他 就是傷害這個基督徒的感情 是 還有就是在這個網上 講這個 講那個 那個叫做 我們全部人都停了 說什麼啊 即是說他在網上 有這個 猥褻的用語 這樣 還有傷害了基督徒的感情 就判了罪成 這個時候 他就保釋出來 就等候判刑 在這個期間 他就再一次 將那條 被人 那條 少李光璃的片 再上傳多一次 那結果 就被 新加坡的當局 就抓了 說他有這個 精神病 或者自殺傾向 就困在精神病院那裏 再大聲一點 在精神病院 困在精神病院那裏 就等到去 現在 等到去昨天 就去判他 判他去拍 但結果呢 現在呢 都是判不到的 就在押後 但就依然在精神病院那裏 而他在精神病院的待遇呢 就是24小時 開著燈 又不會有人讓你聊天 又不讓你去自由活動 不讓你綁住了對手 不讓你到處走 甚至乎 阿尿都不容許你 搞到他有尿床 甚至乎 有提及說 他可能有自殺傾向 是當時這樣 那其實說回一件事就是 他昨天的判刑 就要求再還押這個精神病院 就去所謂去做一個檢測 其實因為呢 他們辯方那方面呢 就有個說法就是 究竟他是不是適合去判入這個 所謂青年改造所 那麼他在控方那方面呢 就認為呢 這個AMSE呢 是適合不管是心理 或者生理呢 都是適合去 進去青年改造所的 但是呢 辯方那裡呢 對這個 是有懷疑的 其實呢 現在說的 這個患癌精神病院 其中一個所謂的說法 就是覺得他 精神科醫生 是指他可能患有自閉症的 所以要再接受調查 或者檢測 之後去到下個月六號 再正式判刑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究竟這個精神少年改造所 少年改造所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呢 控方 新加坡政府 或者控方那方面呢 就認為 他是應該 這個AMSE 這個十六歲年仔 是應該進去少年改造所 但是呢 其實這個少年改造所呢 是一個什麼的狀況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能 其實AMSE本身 或者他的辯方律師 都不是說 那麼想去進這個改造所呢 那麼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跟這個刑期有關的 嗯 因為這個少年改造所 在新加坡的情況呢 就是 他最少就進去十八個月 也就是一年半 就是你進去 不管是 那個刑 那個什麼罪 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進去 這個少年改造所呢 最少呢 就要蹲十八個月 起碼 是的 一般來說 就是十八個月 到三年的 就是年半至三年的 那麼 現在AMSE這個 所謂的罪行 這些 剛才柏洋有提過 那個罪行是 被控猥蝕 和這個 傷害宗教 及種族感情 嗯 就是這項罪嗎 是的 這兩項來的 被控猥蝕就是 說笑李光耀 然後就是 傷害宗教 及種族感情 就是傷害基督徒的 不是 這個是一項罪 然後就是 侮辱李光耀 好像是那個罪 然後對他人構成騷擾 又是一個罪 三項 三項 那他就 有兩項罪名 就是 告入了 這樣說 那麼 其中那個 本身 本身那項 那個基督教 那項 所謂詆毀基督教 那項 最高刑期 可以罰到三年的 那其實 現在 其實我們自己看 就是說 第一就是這個年輕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叫做 deserve 入 要坐牢 這樣 現在他只是 判罪成 我們已經覺得很離譜的事 而且不是 我們認為是離譜的 現在是說聯合國 都是認為很離譜的事 是的 聯合國 聯合國 他在 判刑之前 就是 前日 就已經是公開 公開講了 出了 出了這個 呼籲 呼籲你 新加坡當局 是要馬上釋放 這個 AMSE 是的 聯合國 人權辦公室 促請這個 新加坡政府 當局 就要釋放 AMSE 要核實 覆核 他的定罪 其實應該要判無罪 還有 要求 立刻 停止 將他 送往 青年改造所 這個青年改造所 剛才我們講的 其中一個就是刑期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 他本身 因為今天 網絡問題 我們 給不到照片 大家看看 你可以search 新加坡RTC 簡單一點 中文應該是青年改造所 都會找到相關的 你search 圖 其實 見到 他不是很多圖出來的 即是說 裡面的狀況 但是 看得到 拍出來 是監瘡的樣子 我看不到 有沒有分別 完全是監瘡一樣 他聲稱 就是 這個青年改造所 改出來 就是 給 所謂 14至21歲的人 未成年的青少年 如果你所謂犯事 就進去這個青年改造所 就免受 去跟大人的囚犯 即成年的囚犯 混在一起 可能成年囚犯 他們認為會更加教壞了 青年人 青年罪犯 令到他們 可能更加壞 所以如果你進去改造所 就不同了 改造所有改過自身的機會 他們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 第一點就是 A.M.C.他犯什麼罪 為什麼呢 以他們的宣傳 我在網上搜尋 以他們的宣傳 新加坡政府的宣傳 青年改造所 很多時候就被一些 偷野的罪犯 嚴重罪行 或者犯了 我老實說 對於新加坡所說的犯罪 是嚴重罪行 我真的不敢這樣說 餓利吃香口膠 那他就未必 道德徘徊 那他未必因此而進去 但是他們聲稱 這個青年改造所 給一些賊 偷野的人 另外一些放數的人 即是年輕人都可以做收數 放數 販毒的人 嚴重傷人的人 我見到有這樣的報道 是課他們的 而他們可能就 因為被成年 就進去 跟一些所謂的成年囚犯師 隔開了 另外就是說 他們進去之後的生活 其實 就 基本上跟監瘡 我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而且 在我的估計 可能更加恐怖 因為他們是改造的 大哥 一聽到改造的東西 就很害怕 即是把你的思想 改造了 你聽起來像勞教 我們一定聽過 勞改 勞改 勞教 這些做法 他們說 通常進去RTC 即是新加坡這個RTC 第一個月就會隔開 隔開先的 督立酬金 是督立酬金 就不用完全跟他們的 routine 即是他們平時每天的程序 怎樣做 好 當他們之後 開始了 所謂一個青少年罪犯 如果適應了之後 每朝六點鐘就起床 接著就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就上program 上那些所謂勞改 勞教program 詳情是什麼 是你不能知道的 上到中午1點鐘 12點鐘到1點鐘 就吃lunch 接著之後 下午又上那些勞改過程 或者叫做改造過程 接著六點鐘 直接說 直接說 Track room說斷了 你看看那個 直播斷了 我們要繼續 我們繼續 我們暫時繼續 我們在Track room 打電話告訴大家 我們正在搶收 現在是否看到我 還是看不到我 看不到 現在 我就對著這個cam做 Hello 這個重溫都很特別 我覺得 剛剛說到這個RTC 新加坡青年改造所 那種活天做法 那種改造 就是 Lunch 我要restart Lunch之後 Lunch之後 1點鐘之後 又繼續 又繼續 沒有電啊 很閒 這樣 繼續 你當是那些挑機的阿爸 那些阿爸 那些 你坐下吧 阿爸 你坐下吧 一天就走過去 那樣 繼續 1點鐘之後 回來又再勞改 Lunch完之後 又再繼續勞改 之後呢 去到吃晚飯了 晚飯 那不知為何去 去過了 晚飯之後呢 去到9點鐘就睡覺了 Light out 這樣睡覺了 那究竟晚飯 去到6點鐘開始 6點鐘就吃1個小時 然後7時 究竟可以做什麼 難道是自由活動的時間 有那麼免費 他沒有說到 我看那些報道 沒有說到 但是我聽了 因為我嘗試去找那些 所謂勞教過程 或者改造過程 是 是什麼 其實呢 我現在就 找不到 不是很詳盡 資料可以告訴你 究竟那些改造過程 是做什麼 所謂這些 改造課程 實質上課的狀態 是怎樣 我真的找不到 但是我找到一些東西 我找到 他的宣傳片 原本了 上過那些 浮教過程 那些人 或者 拍著你 我上完之後 精神漂亮了 人又死了 又乖了 就是打了黑底 就是剪影那些 然後變了聲 那些 就是想當年 我就是偷了 舊香後膠 又吃了 你真的很兩次 你就是 完全有那些潛質去做 那些 那 就不太肯定 是不是 一個真實的個案 但是呢 他們那個就是 RTC自己的訪問 自己做了一些宣傳片 基本上 經過RTC 經過 改造送心 那些青少年 就真的改造了 就是完全 就覺得洗心革面 跟以前的家人 跟家人 加 怎樣 怎樣了 原來是你來的 原來 我來 不好意思 那就是Live可以了 Live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又可以見面 阿伯坐下 繼續 Live的朋友 OK 那 看到完全 剛才說的就是 有個這樣的宣傳片 就是我看到 RTC有這樣的宣傳片 就是 要補回Live的人 聽不到 是 我們剛剛是說 我們剛剛是說 現在說 可能要判去勞教所 然後 聯合國說了 要立即釋放他 因為呢 就不適合 不適合給這個年輕人去做 因為 勞教所本身就是 是被一些嚴重罪行的青少年 新加坡的青少年去做的 譬如是 那些 放訴 又或者是偷東西 甚至乎 可能 黑社會之類的那些 嘔鬥 那類才會去判的 那A1C是不適合的 而且呢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生態就是 早上 你要勞教完之後 吃完飯之後 下午又再勞教過 吃完飯之後 晚上再勞教過一次 9點鐘就要你睡覺的 那件事是 精神弱度來的 是很悶的 是的 他說到就是說 喂 我們現在 因為聯合國都說 你這個青年改造所 其實真的很不適合 這個A1C去做 他就直接叫他 喂 你釋放他 你的定罪都要重新覆核 還有現在 你們 新加坡想帶他去RTC 要馬上取消這件事 我們說到就是 RTC究竟是什麼 我們嘗試 剛才說 上網找回一些相關資料 見到他活天工作 喂 你如果聽的話 詳情 你再聽回重溫一下 大概說一下 這個狀況 就是 他就用一個routine的做法 就是 一早起床 然後吃早餐 然後去那些 改造課程 之後又吃下午 之後又去改造課程 晚上吃完飯之後 睡覺 中間有一個空檔時間 是否做改造過程 不知道他有沒有說到 那些說到改造課程問題 改造課程問題 改造課程 裡面嘗試去找 究竟改造課程是什麼 究竟你是讀聖經 或者是讀新加坡的法律 或者說一下 癡型對身體身心的損害 和我們應該尊重李光耀的光明偉大 你究竟在改造課程裡面 你究竟在改造課程裡面 你有一張list 告訴你 應該說什麼話 不要說妝 是啊 這樣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暫時未找到 新加坡少年改造所 究竟所謂裡面的改造課程是什麼 不知道 但是我剛才說到 就是 找到他們拍的 RTC拍的宣傳片 就是 說當一些疑似個案 或者重新再做過一些個案 就是當一些人入了RTC之後 他們的青少年出來 就洗心甲面了 整個身心慷態 就說到自己未入過RTC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這麼頑皮 以前 現在跟家人關係好 對以前的偷東西 就很後悔了 我們剛才強調過 如果 入室RTC 其中一個問題是 刑期問題 因為你起碼都一年半 大哥 說真的 如果你超級市場 或者便利店 我偷支 什麼 偷過避印套 我當這樣 我偷過避印套 我偷過避印套 你又找我半年 年半 大哥 不是半年 是年半 其實我自己首先 對於這個人的說法 你叫做改造中心 但其實 真的跟監獄無異 第一就是看回他們 有一些相片登出來 不多的 但見得到的狀況 就是監獄一樣 再看回你們的 新加坡當地的報道 去講回RTC 所謂routine的過程 就是每天要做什麼 他就沒有講到詳情 但是很難黑板 見得到 絕對不是一個交流 或者真的被青少年 一些所謂改進的地方 或者一些特殊學校的看法 完全不是 不管環境 或者看到他們 每天的工作 或者每天的流程 都不是這樣 最後 再找到 一些所謂 一些宣傳片 講出來的東西 假的無論 就是跟大陸裡面 大陸那些 大陸一樣的 那些發源道出來 拍片 哭著那些 對不起 是我害了這個社會 就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放到 你在裡面 我真的想起發條鏟 你有沒有看過發條鏟 Clockwalk Orange 是啊 有沒有看過發條鏟 那個扣給力克那套 是啊 真的很恐怖 但是我真的 我馬上聯想 發條鏟式的改造 我真的馬上聯想起那些東西 當然啦 老實說我沒有實證 也找不到相關資料 究竟那些所謂改造課程 但是聽到 只是這個idea 我已經覺得很難恐怖 改造課程 而且一改就改成年半 最少年半 好了 現在說回AIMSE 這個人 AIMSE 柏洋多英雄 我覺得是一個敢言的青年人 我不會用英雄這些字 本來是敢言青年 但是在你保釋的期間 夠膽再放一次條片 我就覺得他是英雄 這個是你的看法 我也是敢言的青年 敢於挑戰主流價值觀 敢於 相當勇敢 敢於向新加坡人 告訴你 你們很喜愛的李光耀 其實是仆街 他敢於傳播這個信息 我覺得夠僵 厲害 但是 所謂這個 你們新加坡 稱之為一個罪行 你現在要馬上的勞教所 整個步驟就是想這樣 馬上要的 你又清新年改造 什麼勞都不想理 現在有所謂辯方 想用這個自閉證 可能是一個計劃 用自閉證擋了 證明他不適合用這個 但是 能否打掉呢 真的很難說 雖然聯合國出了這樣的聲明 說你應該去釋放他 應該去覆核他的罪行 但是 新加坡是否真的會理你呢 我又不敢說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看就覺得 不理會你 新加坡這些國家 而且 為什麼說這麼長的 RTC 新加坡的青年改造所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年期 裡面很像監獄之外 還有一些改造想法 令我聯想在法條產之外 還有一樣就是 我們找到一些實例 有些新加坡青年犯了罪的人 他們真的不是好像AMSE 那樣的 他們說的是偷車 砍人之類的案件 他們是主動提出 上訴你判了我入青少年 譬如法官判了他入青少年改造所 他自己上訴說 我不入青少年改造所 我情願坐牢 他們的反應是這樣 不止一宗這樣的案 當然他們最主要的理 原因 或者誘因 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最主要就是 年期短些 可能他犯罪行 如果他入青少年改造所 他最少都一年半 但如果他犯罪行 可能是 那個年期可以減低一些 可能坐一年 或者一些更短的時間 就可以 叫做 叫做 受了刑 受了刑 所以他們 就會有這個誘因 但另外一點 又說回 如果你的青少年改造所 是真的比監獄舒服的 或者比正式監獄舒服 或者比正式監獄少些 少些 勞役各樣 因為你青少年改造所 最主要是說 令到青少年改過自身 洗心革面 你provide這些 所謂青少年改造課程 應該比較 輸泰一點 相對地 比監獄應該是這樣 事實上 如果看回你這些 所謂其他罪行的 青少年犯 他們為何會上訴 都要不去這個青少年改造所 你就知道 跟監獄肯定是無論分別 甚至乎更糟糕 你真的可以想像 有時候說真的 那些成年慣犯 或者成年罪犯 可能都叫做 有規有矩 監獄有監獄的世界 是不是 監獄有監獄的規矩 喂 年輕人不同 可能更加沒有性 我意思是更加沒有人性 是不是 可能更加恐怖 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自己的估計 總之我覺得 由這個改造的idea 到這個本身 那麼多 那麼難去尋找的改造課程 究竟實質內容 是不是 到找到一些這樣的例子 有些慣犯 或者一些青少年罪犯 他們會上訴 都不想去青少年改造所 我就認為這個青少年改造所 是非常恐怖的地方 我知道走過都不敢 那隻 正常恐怖到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所以你說 而AMSE他們 因為拍了一條片 去講一些新加坡人主流意見 不能喜歡聽的說話 或者新加坡政府不能喜歡聽的說話 只不過是罵政府而已 批評政府 他就要面對著這些 那麼我們其實 之前我們都講的新聞室 AMSE那件事 就是說他入了精神病院的狀況 就是被人綁手腳 尿都安不得到 就是判刑之前的狀況 那幾個禮拜前 現在我們再拿出來講 除了一個更新之外 就是告訴你 整個新加坡 整個司法 對這些所謂以言入罪 他們就是可以對一個年輕人這樣做 而這些就是屈永賢式期望的 那種家長式的管治 他們覺得是典範 再講一次 就是香港很多人 喜歡和新加坡比較 甚至乎覺得 新加坡模式 套在香港很好 這只是獨裁者 才會 真是很加討新加坡 你看到這些事情 怎麼會說新加坡很好 新加坡可能有其好處 但是 他肯定是 就算是說自由 這方面 肯定是沒有 對不對 我們回來再講第三次